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理 钥匙 那他三个儿子都是有入门 都是师父的金刚弟子 第一位是邱德镇 他是交大资公所博士 博士班第四年博士 那么第二位是邱德维 同修 他是成大水利所博二 那第三老三是邱德红 他是中正大学机械所 硕二都非常优秀 那他们的父亲就是招奉的先生 他发生的那个恶业恶灵 由师父本来会医生都宣布 就要带回去往生 结果师父把他救起来 那他们都非常 一直到现在都非常感恩赞叹 而且都依教奉行 他们也都非常优秀 我们现在请他们四位 出来跟大家做心得见证 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 好 请起 好 请起 好 请起 感恩师父 赞叹师父 好 请起 好 那个麦克风在哪 好 谢谢 好 那个麦克风在哪 好 谢谢 好 赞叹师父 师父 师母 各位老师 各位师兄师姐 大家晚安 师姐晚安 非常感恩师父 今天给我这个机会 在这么殊胜的正法班的法会 向各位师兄姐来见证 这个事情是在六年前发生的 当时的我们实在是很无名 也没有功德 可是呢 师父呢 还是愿意愿意来帮助我们 还是愿意来帮助我们 这个事迹呢 就好像倒带的录影带一样 一幕一幕的 清清楚楚的又浮现到我的眼前 实在是非常感恩师父 要不是一位大成就名师 拥有这样子的大威德力 我的家庭 将是一个破碎的家庭 又怎么能够这么圆满的 在这里跟各位师兄师姐 做分享 现在我就以最感恩 最赞叹 最发愿的心 在这里分享我的见证 见证妙禅师父 殊胜不可思议的大威德力 我的先生邱昊君 他是在台安医院 他在那是病理科的检验师 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 但是非常照顾家 他工作也十分认真 他工作的态度呢 就是非常负责任 要把事情做好 在94年的12月底呢 那么他陪同我父亲 一直到了一个山上 那个山上呢 是一个乱葬缸 有很多的坟墓 而且非常不幸的是 那里有人在洗谷 所以呢 他回来的时候就感觉 不太舒服 感觉怪怪的 可是呢 他也就到了星期一呢 要上班的时候呢 就开始发烧了 那以为是在山上 受了一些风寒 所以呢 他就自己吃了一些 家里被的一些退烧药 就去上班了 可是这个烧呢 就一直持续不退 而且呢 他感觉怪怪的 好像是卡到了什么阴萨斯德 当时我就去恳求师父 来帮我先生加持度化 那当时我先生是还没有入门 可是呢 师父还是很慈悲 愿意帮他加持 帮他度化 那时候呢 他到金色来的时候呢 因为发烧 所以呢 精神不太好 那么气色也不好 可是经过师父的加持以后呢 他的气色呢 就恢复红润了 烧也退了 人也十分有元气 十分的舒服 当时师父有开市 因为呢 我先生现在这个状况呢 有三个地方是绝对不能去的 一个就是商家 一个就是殡仪馆 还有一个就是医院 可是我先生因为是在医院的工作 所以呢 师父有特别开市 希望我先生要在家里 调养一两个礼拜以后 再到医院去工作 我们也答应了 然后就回家休养 可是呢 隔天呢 因为我先生呢 感觉身体很舒服 他想说病好了 就忘了师父的祖父 他就到医院去了 结果呢 一连串的事情呢 就发生了 他开始呢 又高烧不退 烧到四十多度 怎么样都压不下来 在这样紧急的情形之下呢 我们就赶紧呢 把他送到医院去了 到了医院呢 经过医生的诊断 他是感染了心内莫炎 心内莫炎呢 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疾病 这个疾病的死亡率 大概是百分之八十以上 因为这样的情形呢 所以医生呢 就用非常强的药 来帮他救治 当时用到的 这个是第三线的抗生素 所以呢 在治疗的初期呢 药物的这个效力呢 也展现出来了 所以他的病情也开始掌控 身体也开始有些恢复起来了 那医生呢 还告诉我们 在经过一段的治疗以后呢 就可以回家 除夕前就可以回家 过旧历年了 因为那一年的旧历年 就像今年的一月一样 也是在下旬的时候 就在我们非常高兴 可以回家过年呢 真的是 业力的无常 你永远没有办法想象的 业力的恐怖 业力的恐怖 以及他的可怕 你永远没有办法去预期的 你完全是不知道的 他的可怕 甚至会致人于死命的 我先生应该是业力引爆 大量的业力引爆 造成整个状况呢 变得非常的不好 他的病情呢 急转直下 那时候呢 因为要过年了 所以呢 德政跟德韦呢 陆续的就从学校回到家里 因为我白天要上班 那就由他们两位在医院 轮流的照顾父亲 德鸿那一年呢 是高三 要准备大学的年考 所以我就叫他 好好的读书 因为我也没有办法 照顾到德鸿了 那么德政跟德韦呢 就在医院白天照顾爸爸 但是他们告诉我 爸爸的情形 好像不太对 为什么他那么的不舒服呢 他在病床上躺着也好 坐着也好 都十分痛苦 而且不断地在哀嚎 一直觉得自己很不舒服 然后呢 他甚至呢 没有办法起来 下床呢 都是要小孩子呢 搀扶着 包括 他去上洗手间 也是还是要小孩子 来帮他料理 小孩子呢 都觉得 爸爸是不是很严重啊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小孩子猜测是对的 因为爸爸是真的不行了 当初他的状况是这样子的 因为呢 用了很强的药治疗 所以开始起了药物的副作用 他的药物会产生的是 全身的药疹 然后呢 他身体内部的器官 肝脏 肾脏 气管 也都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而且因为用很强的药 所以他的白血球很低 低到了一千九 血小板也几乎没有了 所以呢 开始内外的出血 当时他身上呈现的 就是像微血管破裂 点状的出血 呈现在皮肤上 而且呢 他的鼻子不断地流出鼻血 垃圾桶里面 都是他擦拭鼻血的卫生纸 我现在想到这个状况 一样的真是触目惊心啊 而且更糟糕的是 他在治疗的时候 有一个细菌块呢 就不知什么时候脱落了 随着全身血液的循环 造成全身的一个发炎感染 就并发了败血症 这个时候医生呢 他真的是告诉我 十分棘手 因为呢 当药物的副作用的时候 我们一般呢 就是停药 要不然就是换药 可是呢 他又因为全身的 这个细菌的感染呢 那么必须要用更强的药 来对抗这个菌 但是他的身体 是这么的脆弱 他的白血球 滴到了一千九 他哪有办法 再来做这样的治疗呢 医生也很为难 真的是 医生最后告诉我 可能是没有办法了 你要准备心里 有这个往生的可能 我当时听到医生这样的讲 真的是傻了人 整个心情真的是跌到了谷底 因为本来是一个要康复 要回家团圆过年的人 就这样子要走了 要离开我们了 我当时的心情 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真的是难过的一塌糊涂 惊慌恐乱 真的不知如何是好 我又能够怎么办呢 我有什么力量呢 我唯一可以帮助我先生的 也只有请医师 请医师来开药 来治疗他 但是连医药都没有办法了 我又有什么能力 能够帮助他呢 我的心情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痛苦 非常的难过 没有办法 我也只好打电话回乡下 跟我的先生大哥 跟他说 我们已经尽力了 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 可能是没有 可能是要准备后事了 我那时候的痛苦 那时候的无助 真的是不知道 如何说才好 急着的师姐呢 他们知道我的情形 也回报给师父 而且也帮我祈求师父 来救助我的先生 师父本来是不愿意的 因为我们这么无名 所以师父他是本来不愿意来的 但是呢 师父还是慈悲啊 他还是心乱 所以呢 最后师父就同意到医院 来救助我的先生 师父到医院呢 到了病房呢 他在门口 向里面看了一会儿 然后呢就进入病房 师父呢还一直安慰我 叫我不要慌乱 不要紧张 要心安 要心定 他跟我说 师父来了 就不要担心了 一切交给师父 师父同时要我发两个大愿 这两个大愿 其实各位师兄姐 在你们进正法班的时候 你们也发了这个大愿 一个就是 我们是愿永远跟随妙禅师父 成为妙禅师父的金刚弟子 第二个 一定要明心见性 见性成佛 利益释放众生 一位大成就者 他永远在关心的 就是弟子要明心见性 当我依照师父的开始 发了这两个大愿以后 师父呢 就开始要帮我先生加持度化 师父要我持金刚莲花印 把眼睛闭起来 当时得为是轮到他来照顾爸爸 那时候他还没有入师门 所以他是双手合十 跟我一起见证了师父 这个殊胜不可思议的大威德利 我记得 我闭着眼睛 很短的时间 不到五分钟 师父就跟我们说 好了 可以了 可以把眼睛张开了 师父开示 我先生的生命是没有问题了 可是呢 因为他现在身体呢 还有细菌的感染在 所以必须要留在医院里面 继续的治疗 师父开示 当稍退的时候 就要赶快离开医院了 不要在医院里面逗留 然后呢 师父还开示 如果今天看到的这些检验的报告呢 就当做参考 因为那个作用还没有 还不是现在的一个发生 等明天呢 抽血报告出来了 你就知道那个结果了 真的是非常感恩师父 师父要离开的时候呢 他还帮我们病房开关 师父还跟我说 病房帮你开关了 所以呢你们在这里 尽心的养病就好了 这些灵障 这些业障 他们这些业心在主 不会再来伤害先生了 所以就尽心的养病吧 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师父啊 师父的大威德利 这里我必须跟各位报告 一个真实的事情 一个不可能发生的医学的奇迹 就这样发生了 我先生当时的状况呢 流血不止 师父家死之后呢 那时候他的流血情形就停下来了 而隔天的抽血报告出来 医生看了都说不可能 这是怎么可能的事情呢 是不是有错误啊 是不是验错啦 因为呢 在检验报告上面 看到的白血球的数目 已经回升到一万多 爬回到一万多 医生说怎么可能呢 所以医生也要求在重验 但是呢 重验的结果还是一样 以医生的经验来讲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 但是这就是医学的奇迹 它就是发生了 各位师兄师姐 可能应该知道 白血球在我们的身体 就像是我们身体的保卫菌一样 它是专门来对抗 造成发炎感染的细菌的 我先生那时候白血球低到一千九 所以他是一个没有抵抗力的人啊 当时我们病房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患者 也被移出去了 因为我先生是没有保护自己力量的人啊 他的房间是一个隔离病房 进来的人都要消毒要戴口罩 可以想到他身体是多么的脆弱 师父的加持 让白血球的数字爬升到一万多 我们正常的白血球至少有七八千 才可以对抗这些细菌 师父的加持就好比一件事 好像请了百万千军的军队来 帮我对抗 他的身体里面感染的这些细菌啊 真的是非常感恩师父 因为师父呢 给了他这么大的力量 所以呢 他的身体就有力量 可以来对抗这些药物引起的过敏 他的出血现象就停止了 也可以继续后面的治疗 那么继续呢 我可以看到在师父呢 加持之后 我先生的身体呢 就快速在改善中 他的血液呢 状态呢 也恢复正常了 白血球 血小板 都恢复正常了 他的这个 发高烧的现象呢 也慢慢地缓解下来了 经过了两周 我们就出院了 师父的加持 给我先生的身体 有了生命力 真的是把我先生 从鬼门关救回来啊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 是师父救了我先生 我从心底非常非常非常地感恩师父 我也跟小孩子说 是师父救了爸爸 师父的大恩德 是绝对不可以忘的 从此我全然地相信了 我相信师父是一位大佛 这个眼睛看不见耳朵听不到的这个大威德力 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 这个大威德力 妙转度化乐力 是绝对真实的 因为这是我亲自 亲身的见证 我亲身的感受到了这个力量 我坚定地相信 因为师父的加持 跟这些医学的数据 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我知道 我相信 师父他确实有这样的力量 他确实拥有这样殊胜不可思议的大威德力 我坚定地告诉大家 真的一定要相信 你们一定要相信 师父真的是一位大佛啊 唯有成就诸相飞向如来的大成就名师 他拥有妙转度化弟子的大威德力 他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帮助弟子明心见性啊 师父真的很慈悲 不舍我们 在禅修的过程呢 被这些业力无情的击倒 所以师父无私无我的帮助我们 我就是坚定地这个金刚心 相信跟随师父 因为我知道 只有唯有我们的师父 他才是唯一可以解脱我们灵性 累世无死结的苦 才能让我们离苦得乐 也才能让我们有机会能够见证如来啊 我还是要再度地感恩我们的师父 赞叹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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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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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父 大叹师父 我发众生苦 妙缠诸诗读 父子满天下 神化佛国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